选战倒數14天 今天是第一場的總統大選 電視辯論也是唯一的一場 藍綠白三組總統候選人都有激烈交鋒 而兩岸議題更是不能迴避的話題 只是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賴清德卻提到 把中華民國當作兩岸的護國神山 到底是要促進和平還是帶來災難 這話當下引來了柯文哲批評 那後來賴清德也在會後承認是口誤 他說他漏了憲法這兩個字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戰略目標 衝著賴清德來 要用民眾最有感的疫情 喚醒那三年沉痛記憶 已經到2024了 還在提九二共識 如果讓國民黨回來 這代表了服務貿易協定也會回來 而賴清德依然緊咬兩岸牌 狂轟國民黨就是心中賣台 那柯文哲呢 年輕人把做工作當作做功德 你曉不曉得你的外號叫賴功德 前問兩位候選人 你們的政黨也執政這麼久了 黑箱分裂仇恨 這真的是台灣人民要的嗎 主打綠負打藍 要民眾甩開藍綠 而三人面對兩岸關係必考題 你連台獨 你也不要放棄 連中華民國 你也說是一個神話 你無欲 保定 鄙視 我們的國家 真的說 廣恩富裕 我們今天在國內 把中華民國當作是兩岸的富國神山 這到底是要促進和平 還是要給台灣帶來災難 你說你會跟中國不卑不亢的來往 這不就是我過去在做的事嗎 我怎麼變成中共同路人 而來聽得翔引述 以日前說 中華民國憲法是兩岸的富國神山說法 卻口誤漏字 少說了憲法兩字 侯友宜想加深 鐵漢清廉 敢做形象 賴清德 力拼延續蔡政府 執政方針 而柯文哲 極力想超越藍綠 另外在交互捷温當中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也執攻 賴清德萬里老家的爭議 還算賴清德 台南市長任內 沒有因為南鐵東儀落下眼淚 倒是為自家的違建 哭過無辭 你為了你自己的違建 五次流眼淚 你鐵路東儀 你為了那些艱苦人 讓你破千人流過一滴眼淚 辦出台南鐵路東儀與萬里老家爭議對比 中大選辯論後以開頭就具針對性 賴清德則澄清是自己比較感性 我是個勇敢的人 我面對各種困難挑戰 但我也是個感性的人 碰到人事物感動的時候 我會流眼淚 但是我的流淚不是為了我們家的房子 我是感謝父老鄉親對我的支持 我一聽都聽不下去 你才不知道 你既然那麼疼惜你的鄉親 礦工那麼多年了 你為什麼你當立法委員 你當行政院長 你都不好要改變一下 我不認為侯市長 有資格收我們家的房子 礦權廢止之後 礦巨鏈的房子 沒有得到妥善的幫助 地方政府已經兩度報給中央 內政部沒插就沒插 把它放在旁邊你贏 這個是違建 如何去做公益侵託 房文在清德 違建者能做公益 但自己太太繼承了新莊 復興斷土地 也被對手質疑 涉草地皮 在新北市買土地 草地皮 最近又放寬容積率 借此摩取暴利 連基本的利益迴避 你都做不到了 這個是一個大法 還在騙 我們所有的 我25325是兩個地號 都不符合容積獎勵的肚庚 但捷運階段 藍綠糾纏 除了跟房產有關 賴清德也主動翻案 使國民黨與黑金關係 展不斷 台中的原家 雲林的張家 如果國民黨回來了 黑金集團也勢必會回來 八年國民黨購金 你為什麼不要你 你為什麼不要辦 對嗎 你要去搬上去嘛 各自鞏固基本盤 大打 烏賊戰 藍綠 量子糾纏 TVB 追蹤聚會 台北報導 好不只藍綠相互炮火激烈 民眾黨的總統候選人 柯文哲也是有備而來 持續的左打藍 右打綠 不過談到了新竹農地的違規爭議 柯文哲解釋說 是爸爸買給他的 希望他可以回到新竹醫院 來當院長 柯文哲也罕見一度說到哽咽 我爸爸最大願望就是我當新竹醫院的院長 人生的記憶 我就是沒辦法符合他的期望 不過這樣 不是埋土地就不對了 這個你要搞清楚 無奈新竹土地爭議被抹黑 民眾黨總統候選柯文哲 想起父母親一度哽咽 說不下去 就讓先前也因談老家為賤 而流淚的賴清德 這樣反酸 似乎要說自己已得抱怨 而都曾是醫師的兩人 柯文哲連問賴清德 為著高端疫苗黨BNT 你同意嗎 高端疫苗要封存30年的採購合約 你同意嗎 各地方檢舉的62個案子 檢調單位都已經查明完畢 並沒有任何弊端出現 你如果還有進一步的證據 我鼓勵你不要停止 待會離開的時候就馬上去地檢署案件控告 怒唱要告就快 講到高端就有氣 柯文哲也質問侯友宜 剛連任就選總統 難道不覺得對不起新北市民 侯友宜再拿著政績來舉例 要論國政願景前 都曾是直下市長的三人 互工過往言行 柯文哲舊批曾為台糖案背書 稱要退出政壇的賴清德 何來誠信 從九年前綠白河談到上個月 藍白河雖然破局 但兩度雖然沒被問 柯文哲跟著侯友宜 炮口對準民進黨 現在這個胡市長沒有問我 就變成幫忙打他你知道 柯文哲開滿宮賴清德火力 對侯友宜似乎就沒花太多力氣 回來持續帶您關注 總統大選辯論會 其中媒體提問的部分 有五位媒體人進行提問 而其中四位關注的是兩岸議題 另一人關心的是房產跟居住正義 辯論會上五位媒體提問 有四人都聚焦在兩岸 何友宜市長真的反對 中國介入這場選舉 那為什麼夏立元要到中國去呢 那為什麼夏立元到中國去之後 隔天就馬上發布 對台灣的這個採取的 這個經濟的措施呢 兩岸一家親 這只是先跟對方表達我的善意 但是在現階段 我們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 我們是要競選中華民國的總統 既不是美國的州長 也不是中國的省長 另一人則是最近延燒的房產土地爭議 我爸爸用我的名字買了那塊地 這15年來也沒有交易 也沒有土地變更 地幕變更 哪來的草地 我是三組候選人裡面 唯一沒有草地 也沒有草王的候選人 從凱嫻宴到現狀 新莊這個案子 我合法建築 合法納稅 更重要 我都有財產申報 都說自己沒問題 而明明是媒體提問階段 三人一等不及先交互結問 如果小一的路線那麼好 為什麼斷了九個邦家國 我聽到柯市長的這一番話 其實我還蠻遺憾的 把責任又歸給了台灣 完全不敢指控中國 欸欸欸賴主席 是侯友宜不是柯主席啦 但說的口誤不止賴秦德 柯主席你想說的應該是富人吧 比起媒體的關注議題 三人更在意的是對手 又給自己扣了傻帽子 TVB的新聞 李國正邱安柔台報道 總統辯論藍綠白在場內相互交鋒 而會前在場外也有狀況 就當賴清德車隊經過時 有民眾舉牌抗議 緊消血汗 不過馬上就被維安攔截下來 轉線進場名將總統候選賴清德 換上深紫色領帶 選請一派輕鬆 接著是侯友宜抵達 佩戴國旗徽章藍色領帶 最後一個是柯文哲 同樣也選了紫色系 還有太太陳佩琪陪頭 2024唯一一場總統辯論會 場內交鋒 場外也熱鬧 就在賴清德車隊 經過時民眾高舉血汗禁銷牌子 馬上被現場維安攔了下來 還有抗議常客 跑到主辦場地外叫騷 就是怕這些插取維安加強戒備 至高處有設置狙擊手 沿路兩三步就一個警力 而這場由TVBS和公事等多家媒體 共同主辦的總統辯論 外媒也好奇 日本電視台NHK現場連線報導 即時轉播看得出大選國際也關注 那三個人怎麼看自己表現 表現的問題這個給全國民眾去決定就可以了 政治的核心是執行力的 其實在目前的台灣 我們不需要發現問題 不需要解釋問題 我們要的是解決問題 大概是這樣 所以常常更重要是怎麼建立一個有執行力的政府 我凡事都做好準備 同時也爭取好的成績 至於分數多少 可能要社會大眾來打分數才比較好 我想這過程就留給選民記公論吧 今天總統辯論會圓滿落幕 緊接著就是1月1號下午的副總統辯論會 可能也是先來見習 其中民進黨的蕭美琴 跟民眾黨的吳欣盈都到了現場 只有國民黨的趙少康缺席 踩著黑色D跟肩頭鞋 穿著駝色套裝 手提銅色系拼黑色的拖特包 玩著又SET都過的髮技 民眾黨副總統候選人吳欣盈 亮麗現身辯論現場 委員今天是來見習的嗎 邊走邊比著打氣的手勢 吳欣盈下午1點20分率先到場 笑臉盈盈的步入電視台 覺得主席剛剛的表現was wonderful 非常的棒 然後我覺得今天所觀察到的 就是要專注在人民所需要的 國家所需要的改變的方向 要很完整的說法 跟大家溝通 而不是陷入這個口水戰 1點33分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抵達 由於車被違安擋下 只能從外面下車走進去 當面問到對侯友宜有信心嗎 朱立倫微笑被給加油的手勢 賣大步進入會場 沒有多說一句話 1點38分 民進黨的副總統候選人蕭美琴 以一身黑色長褲套裝抵達 門口被問及對賴清德當天辯論 有信心嗎 蕭美琴肯定的點點頭 回答了兩次有信心 還比了個二號的夜 大使會給主席什麼樣的建議嗎 對他有信心嗎 我一直都對他很有信心 那剛剛也看到他是唯一 從聲論到結論 是要提出對未來完整的 國家希望工程 以及政策願景的人 那所以我現在也持續 對他有更多的信心 30號的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 三個人的副手 蕭美琴和吳馨穎都有到場觀看 僅趙少康缺席 成為辯論主角之外 場外最具人氣的焦點 下一場則是1月1號的副手辯論 TVBS新聞 葉俊宏 陳向如 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